經合組織說中國房市大幅放緩 將抑制全球增長 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最新報告警告說 中國房地產市場大幅放緩 可能抑制全球增長 OECD星期四發表報告說 在可能大幅拉低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中 房地產行業的脆弱性十分突出 房地產行業有可能在2022年出現違約 導致房地產價格大幅下降 拖累中國經濟增長 OECD預測 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是5%左右 中國佔全球GDP的四分之一 佔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的12.5%左右 報告說 多年來房地產行業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強有力的來源 但同時也伴隨著開發商以及家庭的槓桿率上升 在過去的兩年中 中共監管部門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房地產開發商的措施 比如三條紅線 在這些限制政策的壓力下 中國的多家房地產企業 從2021年開始出現資金困境 很多觀察家認為 中國房企恐怕要一家接一家地爆裂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仍然存在著巨大風險 有可能出現大規模的跨行業和跨境日出效應 中國一些大型房地產開發商所面臨的嚴重流動性問題 將給金融機構帶來直接的風險 其中也包括給外國機構的風險 OECD說 如果房地產行業危機導致違約 目前看來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的 並導致房地產價格大幅下降 這些風險將被進一步放大到經濟當中 考慮到很多開發商拖欠債務的規模 和房地產市場的疲遠狀態 即使北京政府謹慎對待任何重大違約事件 想要降低金融穩定的潛在系統性風險 也將是一個挑戰 銷售和新建築開工率已經在下降 未售出的住房存量在增加 高風險公司債券的收益率已經急劇上升 經濟組織經濟展望的基線預測 在綜合考慮所有上水因素後 預計中國的GDP增長率 將從2021年的8.1%降至2022年的5%左右 一個或多個主要房地產開發商的無罪違約 或出乎意料的廣泛債務重組 將對全球增長前景構成重大的額外風險 報告說2020年中國建築業和房地產服務 各佔總體經濟產出的7%至7.5% 它們和很多行業都有關聯 建築業還包括非住房活動 房地產服務也包括對現有已經入住物業的管理 OECD的研究發現 嚴重的方緩將大大影響經濟的其他部門 特別是為建築活動提供材料的部門 最終需求將受到房地產活動放緩的直接打擊 2019年和2020年 房地產開發約佔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25%至30% 如果土地權的銷售收入大幅下降 地方政府也可能面臨財政壓力 可能會減少基礎設施投資的支出 更大的不確定性、更緊的金融條件和更低的房地產價格 可以進一步抑制國內需求和生產 如果中國房地產行業的放緩 擾亂了其他國家的關鍵中間產品 或最終產品的國內生產 例如鋼鐵或消費電器 可能會出現不利的全球供應衝擊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中國出口價格上升10% 將加劇對世界經濟的不利影響 全球年GDP增長將降低近0.7% 較高的中國出口價格 還將直接推高全球通脹率 大約0.4% 先進經濟體的通脹率 上升0.25% 這些無異結果表明 中國經濟的急劇放緩 是全球經濟前景潛在風險的一個重要來源 而房地產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最脆弱的行業 以上文章是大紀元記者王祥編譯報導 今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